那么在这几集当中 我们大家应该有一个明显的感觉 就是作者兰玲笑笑生 给我们准备了两个 具有强有力对比的人物 谁啊 一个就是高高在上的 当朝太师蔡经 他的办公室主任 谁啊 宅千宅大管家 还有一个 就是底层老百姓 一个非常简单的小人物 原来李平儿的干娘 冯妈妈 这两个人物 可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比 一个是高高在上 一个是社会最底层 那么在这两个人物的身上 其实兰玲笑笑生 是借助这几个故事 给我们传递出了很多很多 做人的道理 那么我一一的啊 来为大家的点评这几集 来把宅千和冯妈妈 她的人物性格特点 我们借助原文当中的作品 我来给大家一一的 做到一个剖析 首先我们讲 当我们听到宅千 这个人物出场的时候 当我们把这几集故事 听完以后 我们有一个感觉 宅千这个人 很低调 那么其实作者也就是想通过宅千 这个人告诉给每一个本书的读者 做人的根本就是低调 你做到了吗 我们来看看宅千是怎么做的 首先 韩道国 这个人啊 完全就是小人得知 一说要送自己的闺女 去东京汴梁城 给宅千当小妾 你看看 耀武扬威 西门庆呢 又给他提供了一个配合 给他找了几十个 衙门里的兵丁 陪着他 一起去那东京汴梁城 但是我们看 宅千让这些兵丁 不得进入东京城 都在城外 安营扎寨 然后呢 宅千怎么做的 找了三顶小轿 很普通的小轿 就把这韩爱景和韩道国 又找了些闲杂人等 把那些金银细软 陪价的东西 悄无声息的 带进了东京城 你看 你看看宅千做事 非常的 深藏不露 低调的不得了 我们再看 作者呢 又借助韩道国的眼睛 把宅千的大宅 给描述了一遍 宅千的大宅 前后分为两个 前面 就是宅千 接待所有人的 打掩护的地方 朴素的 不能再朴素 后面 才是别有洞天 所以说我们讲 宅千的这种低调 这是第三一点的表现 就是他的这种低调 在住宅上面 那么第四一点呢 宅千 即便就是在新婚之夜 他大早晨 也是早早的就起来 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 干啥 要去 蔡太师的府里 上班 所以说你看人家宅千 没有 365天无假日 所以宅千 你看当他跟韩道国 自己说话的时候 宅千 就说到了 他说 泰斯夫里 所有的事情 我都死无局洗 所有的事情 他都要亲力亲为 所以说 宅千这个人 能够成功 跟他对待自己的 这个本质工作 非常的尽心尽力 有很大的关系 他就能够 巴结上他的领导 这个蔡经 这么多年 一直用着他 在自己的身边 这就充分的说明 宅千 想蔡经之所想 及蔡经之所急 宅千所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让这个领导 离不开自己 任何一个领导 我都能够贴心如意的 为你搞好服务 你还能离开我吗 你没有想到的 我替你想到 宅千自己都说了 说我尽管不到50岁 但是我比同龄人看起来 我要老了很多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 其实就是 我太操心了 可是我们讲 宅千就这样一个 未及人臣 就这样一个 高高在上的人物 那可以说是 蔡经就相当于是 大宋朝的二把手 是吧 相当于国务院总理 这个级别 但是宅千 是如此的贴近蔡经 可是他呢 穿衣服都是朴素的 不得了 这是我们讲的 宅千会做人 那么第五一点 我们看到宅千 他的精明 他的这种做人的原则 是什么呢 不愿意和韩道国 多交往 宅千看人看得很准 他就 他已经发现 韩道国就属于一个什么呢 太爱张扬的人 换句话讲 我如此的做人低调 我跟你 结成了这种亲戚关系 你如此的 在东京城里面 在这么招摇过世 你不要给我惹麻烦吗 所以宅千很快的 就下了主客令 让这个韩道国 你啊 回去享受吧 韩道国也是 非常没出息的一个表现 就是这些东西 你给我折成钱吧 你看看这个脸皮 厚到了一个 什么样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 一百五十两黄金 让他去山东省会 济南府 让他去那 造去吧 我离你远远的 所以通过宅千 他的这种为人处事 我们得出了一个 做人要低调 再有一个 你要想为上 你要想在领导跟前 你能够做的长久 你得让领导离不开你 想领导之所想 即领导之所即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不要跟这种 呃 不是正能量的人 在一起接触 韩道国 其实对于翟千而言 就是一个 非正能量的人 所以呢 翟千 躲得他远远的 那么你看 我们很多听友 你在单位里 往往你的一个交友不慎 就改变了领导 对你的认知 我们有很多朋友 一辈子想往上爬 一辈子想去当个官 但是自己躺着都中枪 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领导对自己 就这么窜眼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有的时候 就是跟你在单位的人际交往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讲 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 你如果在这个单位里面 你总是跟一个 以老卖老 或者说在这个单位里面 一天到晚 不正夜的 一天到晚 就是混天 过日子的这种主 你天天跟这种人 打交道在一起 你必定受到他的影响 同样 你的领导也会看 小张这个人 哎呀 太颓废了 你天天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你能不颓废吗 所以说 这就是一个印象的标签 就打到了你身上 所以呢 广大听友 尤其是我们一些年轻人 你如果想在单位里面 做到一个正能量的向上 那么你一定要记住 远离那些非正能量的人 保证自己一颗向上的心 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奋斗的出来 我们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在听了我这个金瓶梅这部书以后 很多人给我留言就说到了 说小马哥 我现在遇到的就是这种尴尬 我在单位里面 我如此的敬业 我如此的去努力 可是我的领导 嘴上对我比较认可 实际上我却没有什么升迁 那么你不妨也从一个侧面想一想 你是不是给领导留下了什么不好的标签 尤其对于出入职场的人 翟谦是一个很值得你去学习的人 很多人总是抱怨 说我为啥就当不上官 我为啥在这个单位里面 我就不能够混得出人头地 我再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过年你群发短信了吗 如果你过年用的是群发短信的话 你就想这么一个问题 你们单位一把手也干这事吗 为啥人家不群发短信 你想没想过 我跟大家说 群发短信是做人很失败的一个表现 为什么这么讲 你连给别人拜年的短信 你连人家名你都不说 你连人家的名字你都不提到 你就是随便的用一条万能短信 给N个人都发一遍 你觉得你的祝福是真诚的吗 你不真诚 换句话讲 收到你短信的人 或者收到你微信的人 人家可能连看都不看 人家就给你删掉了 为啥 因为你这个人不真诚 包括 包括我们有很多的听友 你知道现在你都没有明白 你的这种群发短信 有多么的让人烦 你如果说把人家的名字 能够打上 或许人家会感觉 哎呀 这个短信收到很温馨 但是你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短信 你一个连名字你都不想说的人 你给我的祝福是真诚的吗 应付差事 仅此而已 所以大家想想 你单位的一把手也干这事吗 人家不干这事 为啥你干 这就是你当不上官的原因 你能够在这个细节上 你考虑不到 你能够在这个细节上 你都做的不到位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还有很多事情做的不理想 所以这就是你 晋升很慢的一些原因 我希望更多听友 一定要把这些做人的一个道理 从金瓶梅这本书当中 你去汲取营养 尤其是此时此刻收听我节目的 一些这个爸爸妈妈辈的 爷爷奶奶辈的 让你家的年轻人 让你家刚刚走向职场的一些人 多来听一听 金瓶梅这本小说 在为人处事上 在接人待物上 这本小说写绝了简直 我跟你说啊 这本小说呢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一定要看一下正版的 组本的金瓶梅 这个组本的金瓶梅啊 他写的比我讲的更棒 在尤其在这个做人上面 写绝了 五六百年前的书 直到今天 你就发现这本书简直就是神透了 五六百年之后 所有的道理依旧通用 这就是金瓶梅这本书的魅力所在 所以更多听友 当你在为人处事上 有很多的地方不如意的时候 从金瓶梅当中寻找答案 尤其是从我们这个宅大管家上 你来学习学习 我跟大家这么说啊 蓝灵小小生这本书当中 宅谦是一个很棒的 这个为人处事的人物 截止到目前长期啊 他没有任何问题 到后面呢 这个我们大家可能也感觉到了 西门庆也是一个很会做人的人 他们二人后面株连闭合 在整个大宋朝 创造了不朽的一个成绩 后面就是一些商场上的事了 现在讲的是职场上的事 到后面还会有一些商业场上的事 大家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 好了 从这个宅大管家的身上呢 我们就学到了这个低调正能量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远离啊 这些负能量的人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 再来说这个冯妈妈 冯妈妈这个人啊 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 他几乎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带上了社会最底层人的标签 我们讲 冯妈妈这个人 嗯 属于一个小人得志的人 当这种人一旦得志的时候 他往往会有一个特点 就是目中无人 自大 大家也可以考虑考虑 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身边 往往一些刚刚取得成功的人 他必定就有一个自大的表现 昔日和你很好的一个同学 和你很好的一个朋友 刚当上个 钉点大的小芝麻官 刚取得了一笔 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 行了 七个看着不行 八个看着不顺眼 就他自己一个人行 我们讲 往往小人得志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一些 这个贫穷人家的孩子 如果一旦刚刚取得成功的时候 他就会表现出两个特点 自大和目中无人 同样 在冯婆子的身上 我们也看到了 冯婆子 一辈子呀 跟着李平儿 从梁中书那 再到花太监那 再到花子虚那 可以说冯妈妈 在前半生 他基本上离成功 不是太近 离成功是有点遥远的 所以呢 你看 当他刚被西门庆认可 给西门庆拉皮条成功 也挣到了几两薄银子的时候 你看 他对李平儿的态度 就发生改变了 为啥 因为他知道 王六尔 现在是西门庆的新欢 李平儿 你已经有点靠边站了 而我现在直接服务于王六尔 服务于西门大官人 我自然而然 对李平儿说的一些事 他就不大回事了 所以你看李平儿在书中说呀 说孩子的衣服呀 都该这个拆洗拆洗了 都该缝缝补补了 这个冯老婆子呢 就是一推六二五 他反正就是说 自己特别的事多 所以我们说 冯妈妈就属于一个典型这样的人 其实在书中啊 关于冯妈妈这个小人得志 自大 目中无人的这个情节 还有一些描述 但是那些描述呢 就是说在小说播讲的时候 他如果播讲出来 就有点虚道了 你知道吗 我就选择了其一 给大家播讲 你在看原著的时候 这些内容 包括他对吴越娘的一些态度 你都能够看到 淋漓尽致的 把冯妈妈 这样一个底层人物的 这种特点 就表现了出来 好 这是冯妈妈的一个特点 那么再有呢 冯妈妈第二个特点 就是冯妈妈这个人啊 当他活到这个年龄的时候 他几乎已经成了一个人精子 换句话讲 就是不见兔子 不撒鹰 你西门庆不是想让我给翟谦找个这个小丫头当小妾吗 你不把钱给我 我就不跟你说 我如果不说的话 你就得费劲找啊 你当时已经是火烧眉毛了 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所以呢 你看冯妈妈 在把韩爱景这三个字 告诉给西门庆之前 左拐右拐 反正就是不说正题 直到西门庆啪的一下 甩出来一两银子的手 这冯婆子 才答应 把人名说了出来 换句话讲 这就是典型的 中国几千年来 媒婆的特点 我们说直到现在 很多听众 尤其是过年期间回家 被这个家里人催着见面 找对象 你只要是经过媒婆这道关卡的话 媒婆肯定是得要点好处的 对不对 几千年以来 我们国家的这个媒婆的特点 就是这样 不见兔子不撒影 你得给了我好处 这个现在的俗话叫什么 叫谢媒人 有了好处 我才能给你介绍 所以呢 冯妈妈 他这个人啊 在这个跟西门庆交谈的过程当中 淋漓尽致的 就把这个媒婆的特点 给表现了出来 这是我们讲到冯妈妈 他第二个 这种人物性格特点的分析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说 嗯 这个冯妈妈这个人啊 他还属于一个小人的表现 就是有奶就是娘 大家且看啊 如果你在前面听得很仔细的话 你应该听到 冯妈妈是一路跟着李平儿 走过来的一个老干妈 那么 当他一接触到了西门庆之后 也就是说 当这个李平儿 嫁到西门庆家以后 冯妈妈出场的频率开始多了 他这个话语 在书中也开始多了 他开始巴结吴月娘 吴月娘是家里面 媳妇里的老大呀 对吧 他开始巴结吴月娘 巴结完吴月娘以后呢 在通过给西门庆找这个宅谦 小切这件事上头 他又成功的巴结上了西门庆 当他巴结上西门庆以后 他又给西门庆成功的拉皮条 介绍成了王六儿 你看 这个冯妈妈这个人 就属于一个随风倒 一步一步往上攀爬的底层的人的表现 一步一步的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怎么改变命运 那就是不断的得行高枕 你不断的得往上爬 对不对 我们说 我们各位听友 如果你身边都是一百万年收入的人 那么你肯定也会受到人家的影响 你也会有你自己的一条生意经 换句话讲 当你能够跟 在你身边日入百万的人 在一块接触的时候 你更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 当然 如果你要是跟马云是好朋友的话 这个跟马云 跟这个这个其他的网络大咖 都是好友的话 你更能够从他们的身边 获得更好的商机和无限的机会 这就是人与人交往 环境不同 他所带给你的改变 同样 冯妈妈活到了这个年龄 他更是深知这个道理 所以他就开始往上攀爬 找物业娘 找了西门庆 那么 通过这个冯妈妈 他的一个表现 又印证了现在 当下非常流行的一句话 叫做什么呢 人是环境下的产物 每一个人都会改变 每一个人都会变化 我们 如果说 在整个这个社会当中 你如果想着 你去改变社会 那是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记住一点 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 你也要做到一个改变 人是环境下的产物 你只有不断的变 你才能够 获取你人生 更多的一个经验值 冯妈妈 在原书当中 他很多的 这个事情 其实给我们阐述的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随着环境的改变 而去改变 老冯 做这事 做的一桩比一桩漂亮 所以 他挣的钱 也是越来越多 水涨船高 就是这样 我还是建议大家 能够有机会的话 你看一下 蓝灵肖肖生 组本 正版的金平梅 这个书 它里面好多的 大量的文字内容 比我讲的要更加的详细 它有一些东西 只适合于看纸质书 有一些东西 它不适合小说去播讲 所以广大听友 看一看蓝灵肖肖生的这本书 能够让你少奋斗十年 甚至是二十年 这十年和二十年里面 你所接受到的那些东西 在这本书里面 它都能够给你体现出来 行了 今天这集就给大家讲到这 感谢广大听友的收听 同时金平梅 那个电视剧 我也发到公众号里面了 大家有空的时候 可以去看一下 两部 两部金平梅的电视剧 也非常的好 大家有空的时候 可以在公众号里来关注一下 好了 咱们今天这期节目 就给大家直播到这 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再会